我们今天要来看《撒母耳记》第十八章 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 是一个长篇的历史故事 去到终结的一页 去到终结的一页 又准备翻开新的一页 又准备砸开新的一页 读历史就是这样的 读历史就是这样 一条一条的线索贯穿这些书卷 就是一条一条的线索来贯穿这些书卷 昨天我们读到亚希多佛 他最后虽然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虽然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也能够献出好的计划 也能够献出好的计谋 到最后他是要自杀而死的 但最后他是要自杀而死 我们就从一些经文里面的 很不起眼的一些家谱的联系 我们在经文里面一些 很不起眼的家谱的联系里 读下去你会跳过去的 读下去的时候你会跳过去 但是当我们将几段 这些父子 父女的关系串联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父子 父女的关系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原来 巴士巴是以莲的儿子 而以莲就是亚希多佛的儿子 那亚希多佛这么仇恨大位 因为是要为他报家族的仇恨 那亚希多佛这么讨厌大位 是因为他要报家族的仇恨大位 是仇恨大位 他要一手来杀了大位 他要一手杀了大位 因为要报家族的仇 因为要报家族的仇 没想过会这么强烈 没有想过会这么强烈 但是原来夺人的妻 就不只是一个男女之间的事 那原来夺人的妻 不是一个男女之间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家族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家族的事情 尤其是在古代的社会 尤其是在古代的社会 家族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家族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就算今天去到阿拉伯人中间 仍然都是这样的 那今天去到阿拉伯人的中间 也是这样子 真的是血脉相连的 真的是血脉相连 那这里不过是其中一条的线 那这里是其中一条的线 就是神要去discipline 要去到管教大位 就是神要在这里discipline 要管教大位 他这种的任意妄为 是需要被神管教的 他这个任意妄为 是需要被神管教的 另一条线就是阿拉伯人 那另一条线就是亚沙龙 他就是神在大位的家里面 兴起要来管教大位的一个人 就是神在大位的家里面 兴起来管教大位的人 不过亚沙龙今天就去到他人生的结局 那今天亚沙龙就来到他人生的结局 或者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反省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反省 好 那昨天经文结束的时候呢 那昨天经文结束的时候呢 就讲到大位过了约旦河 就讲到大位过了约旦河 以这个马哈念的地方成为他一个新的基地 那以马哈念这个地方成为他新的基地 重新来整理他的军队 重新来整理他的军队 又得着约旦河东的人 给他们的支援 给他们食物 也就当约旦河东的人 给他们支援和食物 那他们就重新振作 他们就重新的振作 预备这个决战 好似是一个决战 但是中间仍然都有太多纠纷 虽然好像是一个决战 但是中间也有太多的纠纷 是不是真的可以面对面这样来决一死战呢 真的可以这样面对面来决一死战吗 今天我们首先见到大位 很想自己亲自去出战 今天我们看到大位他很想亲自的出战 他将军队就分成三部分 他将军队分成三部分 就是亚比西约压和加特人的以太的手下面 就是亚比山约压还有加特人以太的下面 但是他说他自己想去出战 他自己说他想要出战 但是他的军队就劝了他们不要出战 那他的军队就劝阻他说不要出战 那你想想如果大位和亚沙龙在战场相遇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 那你想一想大位跟亚沙龙在战场上相遇的时候会怎样呢 会不会大位手远被亚沙龙杀了呢 那大位会手软给亚沙龙杀了吗 我觉得亚沙龙他不会留守的 我觉得亚沙龙他不会留守的 虽然大位有更强的兵力 所以大位有更强的兵力 更加有经过训练的勇士 经过训练的勇士 他应该会在上风的 他应该是在上风的 但是他能够下手来杀亚沙龙吗 但是他能够下手杀亚沙龙吗 我们看到今天故事的发展 其实我估计大位应该做不到的 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 我们估计大位是做不到的 他会不会跟亚沙龙抱头痛哭呢 他会跟亚沙龙抱头痛哭吗 其实要回归的浪子 不是亚沙龙是大位 其实要回归的浪子 不是亚沙龙是大位 所以他的军队拦阻大位出战 是很合情合理的 所以他的军队拦阻大位出战 是非常合理的 就令到这场战事 有更多不可预测的结果 那就让这场战事 有更多不可预测的结果 虽然这场战事 只用了三节 很简单就了结了 虽然这场战事 只是用了三节 很简单的 不过处理亚沙龙的事 就很长 那是处理亚沙龙的事 就非常地长 当消息回到大位那里 手尾都很长 那消息回到大位的里面 他的这个的 手位也很长 是了 那你可以说 整个的战争 都是一个不光彩的战争 那整个战争 都是一个很不光彩的战争 打败了就非常之不光彩 打败了就非常不光彩 打赢了都很不光彩 打赢了也非常不光彩 那我们看到各人都是 随自己心里面所想的 来到行事 那我们看这些个人都是 随着自己心里所想的来行事 无论约压 无论约压 鸭沙龙一直都是这样 压沙龙一直都是这样子 还有报信的人 还有报信的人 每人都坚持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选择 都是没有好结果 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 虽然我们是有得去选择 虽然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我们真的要问神 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们真的要问神 你是怎样想的 我觉得这里 所有的选择和结果 都好像没有神一样 是仁义对仁义 血气对血气 是仁义对仁义 血气对血气 在这种交战的状态里面 大家都好像忽然之间没有了神 可能也都不是忽然之间 也许可能也不是突然之间 一直以来都只不过是 在宗教上面觉得自己有神 一直是在宗教里面觉得有神 但是在实际上面的决定是没有神的 但是在实际的决定上面是没有神的 所以我给今天这个 不光彩的战争一个题目 所以我今天给这个不光彩的战争一个题目 就是胜过各人自己心中所想 胜过各人心中所想的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选择 知道这个选择的危机 如果肯去求问神 也肯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下 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很不同的决定 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很不同的决定 不过我们从我们的情绪 到我们的思维 那条直线太短了 但是从我们的情绪 到我们的思维 这条直线太短了 我们让圣灵介入的空间太少了 我们让圣灵介入的空间太少了 一切都是 随着人的恩怨情仇来了结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第十八章 首先是一到五节这一段 十八章一到五节这一段 简单的题目就是不光彩的战争 简单的题目就是不光彩的战争 首先大卫数点他的部队 刚刚讲过有三个军长或者是元帅 大卫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究竟这句的话反映出 大卫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大卫有没有违议到 他的出战可能是一个负累 而不是一个更加去振奋 军队的士气 大卫会留意到他的出队是会带来负累 还是会振奋军队的心呢 但是军兵就来劝阻大卫 你不如来到在城里面帮助我们 不如你在城里面来帮助我们吧 就是讲得很客气 其实王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 但其实王的旨意是没有人能够拦阻的 不过大卫竟然就听了 但是大卫就听了 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 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吧 这个大卫和年轻的大卫真的已经很不同了 这个大卫跟年轻的大卫已经很不同了 好像里面没有了那份火那样 像里面已经没有那一团的火 于是那些军队就按白或者按千 就一批一批出去打仗 于是这些军兵就或百或千的 安慈出去打仗 然后大卫又突然间想起一件事 那大卫突然间就想起一件事 最后就祝福约压亚比西和以太 最后就祝福约压亚比山和以太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带那少年人压沙龙 其实是一个很开放式的指令 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指令 那究竟怎样叫宽带呢 但是这番话连兵都听到了 所以整条军队的指挥那条线 从军长一路去到最下面的兵 每一个都听到大卫这个心意 那这句话是从这些军官到军兵 每个人都听到大卫的心意了 好 那第六至到第八节呢 六到第八节 就描述那天的战争 就描述当天的战争 在以法连的树林里面交战 在以法连的树林里面交战 只是一句而已 就是一句 以色列人拜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以色列人拜在大卫的仆人面前 应该说大卫的军队是 更加有经验作战经验的军人来的 那大卫的军队是更加有 作战经验的军队 为什么压沙龙能够招聚到这么多人 为什么压沙龙可以招聚这么多人呢 为他来打仗呢 为他来打仗呢 是不是压沙龙这么有魅力呢 是真的压沙龙这么有魅力呢 要说这些跟随要去打仗的人 心里面又各人自己有所想呢 这些跟随打仗的人 他们心里面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呢 其实每个人真的跟自己的想法 其实每个人都是跟自己的想法 这场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这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不过压沙龙已经令到自己声势浩大 但是压沙龙已经让自己声势浩荡 很多人是盲目地来参军 很多人是盲目地来参军 是盲目地来争战 来盲目地征战 那天阵亡的人甚多 那天阵亡的人甚多 那二万人就是这样牺牲了 那二万人就这样牺牲了 没有一个 你知道打仗要激励士气 你知道打仗是要激励士气的 你总是要出师有名的 一定要出师有名 那你说这场是什么出师有名的战争呢 那到底这场是什么出师有名的战争呢 从压沙龙他们那边来说 很明显是一个半变来的 从压沙龙他们来说 很明显是一个叛变 但是就抖习了一大班的半军 但是却收集了一大群的叛军 那为什么他们要背叛大卫呢 为什么他们要背叛大卫呢 其实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解释 那其实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解释 那大卫是不是 也都出去打了一场 很风光的战争呢 那大卫是不是也去打了一场 非常风光的战争呢 这个战争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义志 这个战争的对象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说是一场 非常之不光彩的战争 所以我说是一场 非常不光彩的战争 一场是没有一个光彩 没有一个出师有名的 这样的战争就牺牲了两万人 就是以色列的年轻人 牺牲了两万个以色列的年轻人 经文说在那里被死于树林的 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经文说死于树林的 比死于刀剑的更多 很明显很多人被这些的树 树根 树丫 勾住 矿跌 然后就被杀 很多人是因为树根或树丫 被绊倒了以至于被杀 是很无聊 是不应该打的一场战 是很无聊不应该打的一场战 但是很多人就为此来牺牲 但是很多人却为此而牺牲了 那我又不想在这里 讲到一些立场的问题 那我也不想在这里 说到一些立场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站在公寓那边的 而且会将对方尽量来抹黑 甚至可以将对方尽量的抹黑 不仁不义 那是不是鸭沙龙是一个 很有仁义的人呢 那鸭沙龙是一个很有仁义的人吗 那如果你拿着一个麦 去私人房问约鸭 你约鸭一定说不是 他用火来烧我的田 如果你用约鸭来问约鸭 他一定说不是 因为他用火来杀了他的田 明明是约鸭将他 邀请回来耶路撒冷 明明是约鸭邀请他回来耶路撒冷 那我们说鸭沙龙 就是一个很有王子病的人 我们说约鸭 约鸭真的是一个有王子病的人 鸭沙龙真的是一个有王子病的人 你知道什么叫王子病吗 觉得自己大了的 就是觉得自己最大的 让整个世界围着他转的 整个世界围绕他转的 那些人一不高兴就会发大脾气的 一有东西不开心就会发大脾气 将很小的事情又可以搞到很大 像很小的事情发得很大 当然鸭沙龙他有美貌 当然鸭沙龙他有美貌 我想那把的头发是很有魅力 那他那把的头发非常有魅力 他真的要有计谋的时候 是非常精心的设计 那有鸭沙龙是非常精心的来设计 但是他真的患了王子病 但是他真的患了王子病 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 其实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 不过没有在王子的权位那里 只是没有在王子的权位里面 不是生在王家 只是不是生在王家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来胜过自己 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胜过自己 否则就有二万人这样阵亡了 否则就有二万人这样阵亡了 好 第九节至到第十八节呢 九道十八节 就是第二段 就是第二段 我给他的题目叫不光彩的结局 就是不光彩的结局 那说到鸭沙龙因为头发长 他被勾住了 那就说到鸭沙龙因为头发长被勾住了 这里有一个人 他看见了 他就报信给约亚 约亚就说为什么你不动手 约亚说你为什么不动手 如果你打死他我就想你十色克勒银子 还有一条带子 那人对约亚说 你给一千色克勒我都不要 我不会伸手来害王的义址 因为我听见王是这样吩咐的 因为我听见王是这样吩咐的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 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 就是你自己也与我为敌 那究竟他应该怎样做呢 那他到底要怎样做呢 他好像觉得 我说了给约亚听 就等约亚来到判定 那他觉得他告诉约亚听 就让约亚来判定 约亚叫他做呢 他又不肯做 约亚叫他做他又不肯做 他说你给我很多钱 我都不要 他说你给我很多钱 我都不要 对于当时这个有经验的军人 对于当时这个有经验的军人 约亚就说我不能与你流连 约亚说我不能与你流连 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约亚就很快就动手了 他很快就动手了 拿了三支的短枪 就刺透了约亚沙龙的心 约亚是个什么人呢 约亚是个怎样的人呢 触战触决 要达到目的呢 要达到目的 杀人是一个可行的手段 杀人是一个可行的手段 他已经杀了太多人了 他已经杀了很多人了 他不会犹豫的 他不需要犹豫 那他知不知道大卫的想法呢 他知道大卫的想法吗 他知道的 他知道的 不过他就要这样来结束 但是他就是要这样来结束 压沙龙的生命 压沙龙的生命 或者要结束大卫的梦想 或者是结束大卫的梦想 或者要剪断大卫和压沙龙之间 那种的 用六一一的术语 不敬虔的连结 就是在简断大卫和压沙龙之间 然后他就叫军队吹号 然后他就叫军队吹号 压沙龙都死了 我们不需要再打下去 压沙龙已经死了 我们不需要再打了 于是就各人回家 于是各人就回家了 其实这是一场 很非理性 完全没有原因的一场战争 其实这是一场非理性 没有原因的真正 但是就很多人参与了 但是就很多人参与了 而且觉得自己 好 很有意义 而且觉得自己很有意 我们求神来判别 我们求神来判别 那就讲压沙龙去世之后 就提到一件事 他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 他说我没有儿子 为我留名 那我们都很诧异 为什么压沙龙没有儿子呢 我们也很诧异 到底为什么压沙龙没有儿子呢 他是不是一心要夺了王位 做了王之后才结婚呢 他是要一心夺了王位之后才结婚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又占污了大卫的妃笨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又玷污了大卫的妃笨 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有道德感的一个人 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有道德感的人 但是呢 他这种这样的行为呢 是没有为他来到立后 他这样的行为 却没有为他来立后立儿子的 那他的柱长就一直留在那里 那他的石柱就一直留在那里 做一个柱长 做了一个柱像 鸭沙龙像 鸭沙龙像 应该就有鸭沙龙那种的风华 有他那种的美貌 应该就是有鸭沙龙的那个风华和美貌 这个人很爱他自己 这个人非常的爱他自己 从这个石像呢 我在想鸭沙龙如果用 现代的心理学的字眼来说呢 他是一个自恋的人 从这个现象来看 我们知道鸭沙龙用现在的字像来说 就是他是个自恋的人 用现在的心理学的词汇来说 现代的心理学词汇来说 他是一个自恋的人 他是个自恋的人 他最爱就是他自己 他最爱他自己 他是一个有王子病的人 他是一个有王子病的人 做自己想做的 做自己想要做的 也都很有聪明 很多计谋 也很聪明 非常多计谋 容易发脾气 他立了这样的处像 他立了这样的处像 但我叫这个处像叫做 不光彩的处像 我知道这个处像是不光彩的处像 这个处像就留下了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那这个处像就留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第十九节去到第三十二节 十九到三十二节 这个就讲到阿希玛斯 那就是讲到亚希玛斯 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就是大卫留在耶路撒冷 来报信的那个人 就是大卫留在耶路撒冷 来报信的那个人 后来他就将消息带了给大卫 后来他就将这个信息带给大卫 大卫就知道要连夜过河了 大卫就知道他要连夜过河了 所以这个阿希玛斯 就在大卫的军队中间 这个亚希玛斯就在大卫的军队中间 很明显今次的出战 他也都在战场上面 很明显 这次出战他也在战场上 大家还记得阿希多佛吗 大家记得亚希多佛吗 我们介绍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说在希伯来文里面 我们记得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说在希伯来文里面 阿希就是兄弟的意思 阿希多佛就是诛人的兄弟 亚希多佛就是与卓人的兄弟 他将所有人都比下去 自己是最聪明 自己是最聪明的 那这个阿希玛斯是个什么人呢 那这个亚希玛斯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怎样的兄弟呢 这个玛斯就是愤怒 这个玛斯就是愤怒 冲动 那他就见到这个情势 他就说我要回去告诉王子 那他看到一个情势 他就说我要回去告诉王子 我叫你一段做不光彩的报信 我叫这段是不光彩的报信 那若牙就拦住他 那冤牙就拦住他 今天不是这个时候 今天不是时候 因为今天王的儿子死了 所以你不可去报信 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 所以你不可以去报信 但是这个阿希玛斯是很有爆炸力的 那这个亚希玛斯是非常爆炸力的 他跑得比人快 他又很坚持的 他非常坚持 他说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那当时呢 其实约牙已经派了一个报信的人 在他的前面 那当时约牙已经派了一个报信的人 在他前面 就是一个古事人 就是一个古事人 或者一个古实人 或者是古事人 跑得很快的一个人 跑得非常快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亚希玛斯就说 无论如何 你都要给我去 但是这个亚希玛斯说 无论如何我都要去 那他就跑去了 他就跑去了 然后呢 他甚至跑去 这个古事人的前面 甚至他跑在这个古事人的前面 那约牙做一次 其实是劝了他的 那约牙再次的劝主他 你这样的报信是没有赏赐的 你这样的报信是没有赏赐的 你何必要跑去呢 你何必要跑去呢 但是我们见到 亚希玛斯也是 随着自己心里面所想的 我们看见亚希玛斯 是随着自己心里所想的去的 那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那他就跑来 见到大卫 他就跑来看见大卫 那他就脸伏于地 他就脸伏于地 我讲的第二十八节 我们在说二十八节 当大卫问 情况是怎样的时候 那当大卫问情况是怎样的时候 所以耶和华的神是应当清重的 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 交给王了 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 那是不是真是活生生地来交给王呢 那真是活生生地这样交给王吗 他只是讲了一句宗教的术语 他只是讲了一句宗教的术语 帝君一定要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只是看一种宗教的术语 我们看只是一个宗教的术语 其实没有真正的意思 其实没有真正的意思 那大卫呢 就跟着又见到另一个报信的人来到了 那大卫又看到另外一个报信人来到 那那时被问的时候 那个博人就说 那时博人听见众文大声圈话 却不知道是什么事 那王就说你退去站在旁边 那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 那这两个人的结果就是这样了 那这两个人的结局就是这样子了 很冲动 非常的冲动 很想去领功 很想去领功 那结果王吩咐他们什么呢 那结果王吩咐他们什么呢 你看到这两个小节是重复的 你看到这两个小节是重复的 你退去站在旁边 你退去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他就退去站在旁边 就是很想讨好 就是很想讨好 很想领功 就是很想领功 但是王是不理睬的 那是王是不理睬的 真的好像约压的预期一样 就像约压的预期一样 趁你站在一边 就是这样站在旁边 不知道要站多久 就是王没有叫他走开 他应该都要继续站在那里 每个人都是凭自己的选择来行事 每个人都是凭自己的选择来行事 那个耳朵是没有办法听的 报信的人是这样 报信的人是这样 约压的下手也是这样 约压叫那个报信的人下手也是这样 约压叫那个报信的人下手也是这样 这是一大场混乱的争战 这是一大场混乱的战争 刚才我跳快了 其实古实人的报信是第32节 我刚刚跳快了古实人的报信是第32节 古实人就说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为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 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古实人就回答说 愿我主我王的仇敌 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 都与那少年人一样 其实就没有直接的回答 弯曲地回答 弯曲地回答 不过大卫都会明白的 那是大卫也是明白的 就是要你都被杀害 就是已经被杀害了 这个就是压沙龙的下场 这就是压沙龙的下场 好 最后一节 那最后一节 大卫的哀动 大卫的哀动 我叫他做不光彩的反应 我叫他做不光彩的反应 很多人为他来混战一场 很多人为他混战一场 战死沙场 但是大卫的焦点 只有一个人而已 但是大卫的焦点 只有一个人 他就上城楼来哀哭 上城楼来哀哭 就是一个非常公众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公众的地方 他不是哭给自己听 他不是哭给自己看 他要哭给全国的人听 他哭给全国的人听 一面走就一面这样说 我以压沙龙啊 我以压沙龙啊 一边走一边说 我儿压沙龙啊 我儿压沙龙啊 我恨不得替你死 我恨不得替你死 压沙龙啊 我以压沙龙啊 我儿我儿 这首是大卫 出发自内心的一首哀歌 这是一首大卫 发自内心的一首哀歌 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写过一首哀歌 带着大卫的感情的一个文学的作品 那也是一个带着大卫感情的一个文学的作品 但这个就是完全raw的一个感情的表达 那这里是完全是一个raw的感情的表达 完全是鲜活的一种感情的流露 是一个鲜活的感情的流露 这个王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是王来的 这个王不知道自己是个王 他在公众的地方大声哀哭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其实大卫都有这种王子病 其实大卫有这个王子病 他难过就失声大哭 他难过就失声大哭 那你说大卫是不是真的很爱压沙龙呢 你说大卫是真的很爱压沙龙吗 其实心理学里面就有一个名词 那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名词 叫做attachment attachment 就是叫依恋 就是依恋 好像分不开 就是分不开 那611的术语就是 这些叫做魂的连结 那611的俗语就是 这是魂的连结 依恋着一个人 依恋着一个人 那譬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 那譬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所谓的爱是一个依恋呢 譬如他说我为你死都制 比如他说我为你死也可以 我很爱你 其实一个健康的爱应该这样说的 那如果一个健康的爱应该这样说 我要为你好好地活着 去表达我对你的爱 我要为你好好地活着 来表达我对你的爱 其实不需要爱到死的 其实不需要爱到死的 好好地活就是一种爱 好好地活就是一个爱 但是活着的时候 大卫和亚撒龙是建立不到关系的 那活着的时候 大卫跟亚撒龙是无法经历关系的 他是多年没有理睬亚撒龙的 但是多年没有理睬亚撒龙的 那你说他有多爱亚撒龙呢 那你说他有多爱亚撒龙呢 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 大卫是没有跟他有沟通的 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 大卫是没有跟他有沟通的 我们如果说这种都是爱呢 那如果我们说这也是爱 只不过是一种attachment 只是一种attachment 是一种不健康的依恋 那我感谢主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都很敏锐这些要切断的连结的 我们也是非常敏锐这种要切断的连接 是一种不健康的依恋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大卫是一种不光彩的反应 他不顾那些为他出战的人 他不顾那些为他出战的人 他不顾因为亚撒龙的缘故 整个国家是差不多被反转 他不顾因为亚撒的缘故 整个国家被翻转了 他对这个儿子有一种依恋的爱 把所有人民的幸福都不理会 对所有人民的幸福都不理会 那这里我们就看到 今天我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 那今天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定这个主题呢 我们各人都要胜过自己心中所想 我们各人都要胜过心中所想的 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这种王子病 这种的公主病 我们承认我们都有这个王子病和公主病 爱自己所爱的 爱自己所爱的 但是我们是不能够听的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听的 只是做自己想做的 只是做自己想做的 觉得自己的选择是 没有人可以来到 跟我讲相反的话的 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没有人 可以跟我说相反的话的 简直就好像世事时代一样 就好像世事时代一样 那时因为没有王 各人随意而行 那时因为没有王 各人随意而行 现在有了王 各人也是随意而行 现在有了王 各人也是随意而行 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情绪 和我们的理智中间 在我们情绪和理智中间 我们一想到就想去做 我们一想到就去做 我们求圣灵 尽量扩阔这个空间 让祂可以跟我们说话 我们要圣灵尽量地 来扩张这个空间 让祂可以对我们来说话 祂可以跟我们来说话 祂可以对我们来说话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依靠祢 祝我们寻求祢 祂要求祢 祂要求祢表示 殖民的路 主要让我们能够走在祢的路上 主要是让我们走在祢的心意里面 主要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年岁 在这样的时光里面 主要我们说我们单单寻求祢的路 主要我们单单寻求祢的心意 主要不是用我们的血气 来回应这一切的环境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请拜祢在祢在至圣地 向神明当作国籍 主激发我日的清净 我们的代表我们的神明 祢在生日的世纪里面 主要是祢的云里面 主要是祢的云里面 主要是祢的云陆 主要是祢的云里面 表明你心 將生命剩下 溫鬧你 我全心 全心 跟隨你 我全心 跟隨你 只是你路 表明你心 將生命剩下 溫鬧你 我盡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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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去身體 只剩下生命 當作火器 主激發我 與你親近 我全心 全心 跟隨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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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只剩下生命剩下 我全心 跟隨你 我全心 跟隨你 主要是我們的靈藥與你來連結 主要是你來吸氣我們的靈魂 主要是叫我們的靈魂被你來堅固 主要是我們的靈藥與你連結 主要打開我們的靈力的耳朵 主要打開我們的靈力的眼睛 主要讓我們沒看見的心意 主要讓我們跟隨你的心意 主要是你再來 主要更新我們 主要更新我們的靈 主要更新我們的心 主要是我的靈魂 主要是我的全心來跟隨你的靈魂 我全心跟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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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心跟隨你 我全心跟隨你 主,我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在我們當中 樂意將道路指示給我們 樂意將你的心意向我們表明 弟兄姊妹和先上的弟兄姊妹 可否我們開聲鼓勵祈禱 我們呼求神的指引 神的心意、神的靈 更多進入我們的生命中 因為我們有神 我們有神在當中 我們有神在我們的生命中 祈禱,祈禱,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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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們多謝讚美你 多謝你樂意賜啟示的神 多謝你願意向我們說話的主 神,今天我們將我們的心理道交給你 求你親自的理由帶領,幫助我們 在今天的經文裡說到 阿沙龍和以色列人都安嬌在激烈地 另一方面 大衛數點跟隨他的人 立千夫長、百夫長率領他們 大衛打發軍兵出戰 弟兄姐妹,今天我們是否都在這個爭戰裡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必要的爭戰 一個不光彩的爭戰裡 我們的家庭是否因為一些小事 我們就跟我們的配偶和兒女爭執 甚至職場裡,我們現在是否被捲入 一個不必要的辦公室政治裡 甚至你參與在當中 好嗎?我們也有一個安靜的時間 我們求神,你要跟我們說話 在我們的人生裡 我們會否因為很少的事情 甚至我們覺得適合我們的立場 而進入一個不必要的爭戰裡 甚至這句經文說到 有二萬個人 就是因為這樣而死去 求神,現在跟我們沒有一個理由說話 幫助我們 讓我們看到究竟我們的生命放在哪裡 便會寫在哪裡 那個不足 我們在哪裡 在哪兒 含著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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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裡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感受到一个极大的忧伤 我听到圣灵的第一名 圣灵在空气当中 祂哀鸣 是用一个极其忧伤的声音 圣灵说孩子我担心你 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有些人当你在听 听承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好像没有卷入一个不必要的战争 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的立场 因为我们的想法 因为我们支持的人 我们不自觉地就卷在一些人际关系的里面 不自觉就卷在一些的场景当中 可能你会觉得 我不是这个战争的主角 但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在这个当中 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倾心的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是保持中立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卷在不同的party 不同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我听到神圣灵的第一名 祂的哀鸣 祂的忧伤呢 是因为我听到神说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心中有神 但我们都会任意妄为 在这个圣灵之经节里面 每一个故事的主角 每一个角色 甚至连以色列民 甚至连那些报信的人 他们都在一个任意妄为 任意而心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状况里面 所以圣灵很忧伤 我听到圣灵才哭泣 主要求祢亲自的降下一个 认罪悔改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主祢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任意妄为 主要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支持我们想支持的人 我们不理结局 不理睬其他人 主要在四十年代 国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主要在这一章经节里面 有王 但个人任意而行 主要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 主要我们的心中有神 但我们依然任意而行 主要求祢降下祢的圣灵 在我们的当中 好不好 弟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在祢的当中 祢知道在祢的当中 祢心中有任意而行 任意妄为 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邀请祢把祢的手放在心上 开口来跟神来认罪 主要圣灵求祢降下祢的圣灵 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让我们感受到祢的那一份忧伤 主要祢让我听到那一个圣灵的第一名 主要求祢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听到 主要祢对我们的罪哀伤 我们同声开口来认罪 主要求求祢赦免我们 主要我们真的忍赦免我们 主要我们得罪祢赦免我们 主要我们不晓得我们让祢有神 主要我们没有让祢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要我们早上觉得讲一下很没关系 主要却让祢很悠响 主要是让祢好难受 主要我们说什么做什么 主要我们没有这样整理没有这样设计 没有这样祢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主要我们的生命好像 好像应该被搅动的洗衣机一样 洗衣机往左转我们就跟着往左转 主要我们好像没有自己 没有那个真理在我们的当中 主要求祢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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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自己追的痛悔 主要无论有声无声的祷告 神祢都垂听 主要我们愿意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思想 主要更多有祢圣灵的介入 主要让我们感受到圣灵祢的哀伤 让我们感受到圣灵祢的喜乐 主要我们是有圣灵的人 主要帮助我们做任何事 主要祢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引领我们 主祢带领我们 圣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开启我们灵里面的耳朵 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 我们要听从主来的声音 我们不再安装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所想的 任意而行 圣灵我们欢迎你 给我们一个凡事寻求 神的心 凡事聆听神话语的耳朵 我们要听到 我的神 我的主 我的王 给我的话语 给我的声音 我才去做 我才去说 我才去行 圣灵啊 就在这个时刻 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每一个人 按手在我们的心上 就表明 我的神 我的神 我的王 我的灵 与你连接一起 我不再依附任何的人 我不再依恋任何的人 我只单单爱慕可想我的主 我的灵啊 要与我的主紧紧连接 我只单单可想我的主 聆听从我主来的声音 我全心的相信 有我的主 在我的心中作网掌权 带领我走人生的每一步 主我谢谢你 弟兄姊姊姊让我们一同的斩立 我们一方面求圣灵更多进入 在我们的里面 另一方面我们打开我们的手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跟天父说 我们将我们医戀的事情 我们医戀的人 我们再一次去交回给天父 同时也求圣灵将这个空洞 再一次的了充满 更大的了充满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将我们心里觉得无论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疑虑 甚至我们觉得有安全感的事情 我们再一次交回给神 因为神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唯一 祝我们单单尋求你 祝我们从任意忘为再一次的了专心尋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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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好不好用我们开口 我们开口的去为我们的口 为我们的手 为我们的心 为我们的脚 甚至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 我们求神是完全带领我们 我们愿意我们的每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手所作的 我们耳所听的 我们脚所行的 都完全来跟随手 我们开口来祈祷 主要求祢的圣灵亲自介入到我们心中所想 我们口中所说的 我们手中所行的 主要祢的圣灵就亲自的介入 主要求祢的圣灵就亲自的介入 主要求祢的圣灵亲自介入到我们心中所想 来呼求 好不好 如果你的无论是你的主缘 或是你自己亲自 你有肉身的孩子 属灵的孩子都可以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属灵的下一代来祷告 不只是我们要圣灵 介入我们的生命 求圣灵也介入我们第二代的生命 他们不要像压杀老一样 那个结局是使 求主圣灵现在就介入他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我们的下一代呼救生命 介入我们的生命 或是你被剩佬今天的青菜 这天是野菜丰中 天下水底 借出所显的道具 主啊 赦免我们的罪 一致这地 真眼看 这地 我们都会地心灵 主啊 赦免我们的罪 一致这地 我们一起抬起头来 我们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怎么样能够 不随自己的意志呢 不随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们有一个主 这个主是我们 做觉知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说 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是我们一生的主宰 耶稣 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是我们一生的主宰 因着祂 我们有了一个王子的位分 因着祂 我们有一个王女的位分 但是我们不能有的 就是王子病跟公主病 我们有一个主 我们可以服在祂底下 仰望祂 抬头仰望祂 抬头仰望祂 主 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 他们是一个约牙的身份 他们在他们的权柄底下 是被看我尊贵的 主 今天他们仰望祢 他们把自己认为所对的 所适的 抬头给祢 主 多少时候他们说 主啊 我是对的 我在公司 我的决定是对的 我在家中 我的决定 比我父亲的决定更对 我在教会当中 比我的权柄 所有的眼光更正确 但是主啊 我们交给祢 因为唯有祢才是主 唯有祢才是主 主啊 祢是大位的主 我不是大位的主 无论我眼光有多正确 我不是大位的主 唯有祢才是大位的主 主啊 除去我们里面 所有约牙的灵 主啊 我也为每一个权柄 来到祢面前祷告 祢知道我们的无助跟无奈 祢看见我们的失败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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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交给祢 扶在祢的权下 扶在祢的审判底 你的决定底下 主啊 主啊 我也把我的孩子交给祢 是的 祢是我所爱的 但是主啊 祢何尝不是祢所爱的 主啊 主啊 我放手 放手 放手 主啊 我也舍了我一切的依恋 主啊 我单单注视祢 以祢为我生命的质保 以祢为我生命的质保 耶稣唯有祢是我生命的质保 我所依恋的不曾为我死 而祢却是为我死的 我因祢的命而得着活命 主啊 我松开我一切的依恋 仰望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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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愿我的口为祢而活 是传福音 报喜信 主啊 报的是祢给我们 救赎的喜信 主 祢除去我们所有的恐惧 主 我知道在恐惧当中 我们常常报的就是讨人喜悦的信息 而不是真正的喜信 主啊 愿祢的灵将在我们的口中 全然地依靠祢 全然地将自己交给祢 主 奉耶稣救命宣告 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站在祢给我们的位分当中 仰望祢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头 地就在我们的脚下 地就为我们效力 地就为人来效力 所有因地而死亡的 我奉耶稣救命宣告要全然止息 要全然止息 人要因地而得身 因为我们仰望祢 主祢施恩祝福祢的教会 祢的教会全然跟随祢 主祢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 哈雷路亚 你跟隔壁的说 我们跟着耶稣的旨意而行 阿们 我们今天成岛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